大家好 大家猜猜我要去干嘛 拿着钥匙 我现在去开油箱 在美国生活 每个房子都有他自己的油箱 以前的房子就是每个房子前面都有一个油箱 现在可能是方便邮递员 分邮件比较集中吧 他就是现在盖的房子 就是油箱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 就方便邮递员 在美国都是很多信 我是一个礼拜开一期信箱 有时候就是没什么要紧的信的话 就很多那些广告的信 反正你一个礼拜去搜 就会有很多邮件在里面 都是广告的多 但有时候比较重要的 好像是房子的税单 你平时自己要交的税 还有就是更换护照 还有政府的什么重要的事情 都是靠书信来来往的 现在中国好像都不这样做了吧 我不知道是中国现在太先进了 美国还没有跟上还是怎么样 前面那个白色的那个就是油箱 就是我们这个小区里面的 就是不是全部都在这里 就是我们这条街 我们住在这条街上面的都来这里搜信 有时候自己在网上买了东西 就通过油局寄出来的 油局都是放在这里 东西自己来拿 这个就是这后面 走到前面来 这是油箱 这是有编号的 编号的 1 2 3 4 5 6 7 8 我的是10号 他这个 这个 这个 out-going mail 这个就是你要寄信出去的时候 就往里塞 他由地员 就过来 他会收走 你的信就会寄出去 下面这些 他写着 他写着大的 A B C D 这些大的 箱子 是装什么了 都是装 就是刚才我说的 有些物件是通过 邮局寄过来的 他们就会 放在这箱子里面 然后把这个箱子的药匙 它有一个药匙插在这里 它关好之后把那个药匙拔出来 就放到你的 油箱里面的钥匙 到时候你开油箱的时候 就拿那个钥匙 再开这个 开这个门就可以拿自己的 物件 就这样 看看我有什么东西 我好像有一个快递 直接在里面 小的物件 就是直接就放在里面 我今天带了一个袋子 因为现在听说 收信 都比较 危险 怕全崖 这些都是广告的信 这些信 收回去 你看都是杂志 有报纸有杂志 你看 这些都是不要的 我全部收回去 再看看哪些要的 哪些不要的 分开 就这么大 油箱 主要是放信件 还有小的东西 关上 就好了 因为现在 油箱就 在 在油局里面 他们要很多人去分 分类 还有分地址 所以呢 都经过很多人 的手 所以 传扬 还是有传扬性的 信件 所以我把 我带了一个 带起来 回去还要消毒 消毒信件 才有用的 才打开 没用的 就放在里 不管它了 还有如果这个钥匙 如果不见了的话 也要去油局 办理 他会 补一条钥匙给你 但是好像要收费的 其他就是 在 网购 好像在Amazon Ebay 那些 网购的物品 他们就是 会 送到家门口 一直都有 就是 他们 他们送给 送上门的 你买的 网上买的 或 物品 他送上门 他会放在门口 有些地方就是 有人会偷 不过还是少数了 就 一般都没人偷 放门口 好像 这样 这种方法 好像没有中国的先进吧 中国都是放在 那个 一个大的 柜子里 好像都是 公司提供的 凭密码 取货 这里不是就放在门口 还有 就是这里 网购 网购的话 就是 Hello 网购的话 就是他 如果不是会员的话 他要 好多天 一个礼拜 左右才到货 好像我买了 那个 会员的话 他就 有修很快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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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 有个照片吗 是的 哈哈 我拍了一个 拍摄 影片 我家门口有一个 快递到了 他就是这样放在门口 然后按你的门铃 你就知道有 有货到了 他每个月的电费啊 水费啊 煤气费啊 都是 都是在邮箱里收的 单 然后在网上缴费 都是这样的 他好像这个地方 比中国的 有点落后吧 他好像这个地方比中国的 有点落后吧 是这样处理的 是这样处理的 都是一些报纸 杂志 这广告 这也是广告 这也是广告 广告的 这是银行的广告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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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广告 除了我自己买这个 然后这些全部都不要 我就丢到一个 就是 叫什么来着 啊 啊 recycle的 recycle的 recycle的垃圾桶里 这个纸可以回收嘛 就丢到那里面 他收垃圾的时候 会分开 就是回收的物件 还有 还有家里的其他 垃圾是分开的 一般在美国卖房子 是这样的 好像这个房子 他在卖 在租也卖 上面for this 也是for self 就是 他插一个牌子在这里 写上中介的 公司中介的电话 两边都有 他就这样插在这里 然后 就在 一个 这个 买卖 买卖房子的 网站上面 啊 post出来 这个房子要卖 然后 就 如果有人要看的话 约时间 就中介 就带他过来 看房子 这里 买卖房子 全部都要经过 中介的 美国是怎样 收居民的垃圾的呢 我家的小区 是每个星期 收两次 这些橘皮箱都是属于可回收的 另外放 这个大的垃圾桶 是装家庭 厨余垃圾 还有其他不可回收的垃圾 推出来的时候 这样放好 垃圾桶 垃圾桶 会自动 抬上车 去倒 再放下来 每家都要自己拿出来 倒完后 垃圾桶 当天要放回屋里 不准放外面 倒垃圾桶 倒垃圾的车 来了 他先去了那边 再倒回来 这两是回收垃圾的 都有一个或者两个工作人员 把垃圾搬上车 比如斩树的树枝 割草地的草 还有树叶等等 那些都有一个特定的时间 和另外的车来收的 那些收回去的 有另外的用途 都分得很细的 是 有 全自动倒垃圾 不用人手 你们住的地方 跟我这里有什么不同呢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分享和关注 谢谢大家